十大封号五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 在天荡山脉语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 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整个世界都一片安静 唯有那朵蓝色的金花 不染仙尘 静静地落下 天空的黑色 在这朵光亮之下渐渐驱散 慕容竹的身影也显露出来 原来是他额头上的一道蓝光 目光凝去 竟然无法看清这朵蓝光的形态 只是觉得美艳异常 灵性逼人 好像有着极高的智慧一般 江楚然的银刃勾芒 贴在身前 渐渐地恢复着灵气 刚才那斩天裂地的一击 也让勾芒耗费其大 这种神兵力气 自有灵气 可以自行吸收天地之间的力量来恢复 如同舞者吞吐修炼一般 天思低下头来 双眸之中没有任何神采 但江楚然却感觉到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正在盯着他看 这种感觉正是从那朵蓝色的光之花上传来的 江楚然道 同之一族的图腾天思 便是以这样的形态力临尘还吗 天思冷哼了一声说道 我本就是无我无形的存在 至于那图腾之说 我与月童之间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哦 江楚然 哑然道 这倒是十分新鲜的说法 我愿洗耳恭听 没有必要 天思 断然冷笑道 红月城主 将巅峰的对决上升到了智商的程度 现在我信了 你不过是想拖延时间 让你的银驴鼓膝脚 尽可能的恢复力量而已 江楚然笑道 不排除有这种想法 但我也的确是很好奇 天思冷冷的说道 那就带着你的好奇 进到坟墓里去吧 天思 静静的淋漓在空中 突然间大地开始震颤起来 如同万马奔腾 四周那些远古腐朽的建筑 一个个轰然倒塌起来 一个个巨大的身影 从其中走出 仿佛来自死亡的国度 重新复活了 江楚然脸色大变 那些成百上千的巨大身影 形态不一 种族不一 但唯一相同的便是 每个都拥有一双 鲜红如血的月童 而且身上的气息之强 竟然都是九天五地 幻术 江楚然脸色凝重 眼前这幻术完全跟真的一样 每一个月童身上的气息 都不尽相同 即便知道是假的 但也无法当作是虚无的存在 一道金光射下 照耀在所有的月童身上 天思高高举起了战歌 那蓝光之内 透着一股神圣之气 慕容竹的肉身被击伤后 天思便明白 凭借肉身之力 是无法战胜江楚然了 只有动用自己本身的力量 只见他 微微张开口来 轻声吐出了一个字 傻 在金光照耀之下 众多的月童强者 一个个战役高涨 大吼着冲了上来 要将江楚然碎尸万段 江楚然额头上 躺下了一行冷汗 这场景太逼真 自己若是不迎敌 被杀的话 那绝对就真的死了 若是迎敌的话 陷入这无穷无尽的战斗里 也只有是死路一条 情节之下 他反倒冷静了下来 手中的迎刃勾芒 变回了镂空的球形 拖在掌心 双目微闭 似乎陷入了沉思 慕容竹额头上的蓝光 不可察觉地闪烁了一下 似乎十分疑惑 江楚然的行为 空 空 空 江楚然左手 突然在钩芒上拍了一下 发出空空这声来 每一次拍下 钩芒上都会显化一下 鼓吸虚影 空空空 他拍击的速度开始变快起来 蕴含着某种节奏 这一刻 那无数月同强者的战吼声 似乎都消失不见了 天地之间 只剩下这枯燥的空空之音 敲击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天丝 脸色大变 额头上的蓝色光芒 如同火焰一样 不稳定地跳动起来 似乎难以相信 那无数强者战士 在这一刻也停了下来 天丝 艰难地开口道 你 竟能破我的幻术 江楚然 苦涩地一笑 当年 我曾和月同一战 见识过那强大的幻术之力 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在思索如何破解 终于找到了此法 已因破坏 可惜没有机会试验 今日多谢你成全了 原来和月同一战过 难怪有防备 天丝 那震惊的神色渐渐消失 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平静 淡然地说道 但你知道幻术的最强境界是什么吗 江楚然心中一震 突然意识到不妙 宁生说道 难道不是改天换地 变换时空 天丝的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来 宁生说道 幻术的最高境界 那是化虚为实 他额上的那道蓝色之光 猛然大涨起来 大声喝道 这千万的月同强者 便是从我虚幻之术中 走出来的真实存在 战歌锐光 随即凌孔斩下 一字吐出喊道 杀 那全部禁止下来的月同强者 猛然惊觉 惊天的吼声震荡开来 层层叠叠 瞬间将那勾芒上的敲击声破去 厮杀声震撼天地 江楚然脸色大变 这太过神话的一幕 让他难以置信 但此刻已经没有时间思考了 空空迷音 已经无法阻止 这些如同死士一样的强者 勾芒 瞬间化作银刃 往那成百上千的月同强者身上斩去 砰 当先冲上来的一名武力强者 瞬间就被他的一刃斩下头颅 鲜血如喷泉标射而出 刀光 毅然不解 继续朝着身后而去 杀伤大片 随后 银刃 回转身侧 弹出数个银色的符号来 立即化作九道剑姿 蕴含着九种剑翼 分别在身前身后展出 一道道的鲜血 射入长空 江楚然 脸色凝重 几道剑诀打在银刃上 瞬间化作千千万万 漫天光影纵横 所过之处如同一道结界撑开 但是 那些月同强者毫不畏死 一波波地冲了上来 进入荧光漫霞内 被斩成粉碎 李云霄此刻 在祭台内疯狂地 吸收着各种天才地宝 几乎将全部的资源都取出来 尽数地生吞了下去 妖龙一阵大惊道 骇然说道 你这样强行突破五地 天地规则汇聚而来 足以暴体而亡 与体内那摆穿崩腾的原理不同的是 李云霄的脸色却是异常的平静 仿若入定了一般 微微张开口说道 你每次都喜欢说一些凶眼 搞不好真会被你说中一次 强行冲击五地的风险 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但不这么做的话 就连一线生机都没有了 妖龙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 说道 怎么会 我看江楚然应付得游刃有余 就算不能救你走 应付到地老天荒 关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李云霄的眼眸中 荡漾开一圈波动 微微摇头道 没用的 江楚然已经陷入了天丝的幻术之中 若是不能突破出来 就只能这样永远杀下去 直到他死 幻术 妖龙精道 不是话虚为实了吗 难道眼前这些月同强者 都是假的 李云霄宁声道 当然是假的 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话虚为实的神通 那是唯有开天辟地 创出此界的神 才能做到的事 可是 妖龙大害道 我与你灵魂合一 都是通过你眼中月同所见 的的确确是货真价实的存在 难道连你的月同也无法看穿 李云霄道 我实力太低 无法尽数挖出月同的威力 若是让他觉醒 虽可以抗衡天思 但是 你我怕会是要被彻底的抹掉了 妖龙不再吭声 也静静地积蓄着力量 今日一战 怕是子生 最为凶险的一战 败则万劫不复 江楚然在下方也是越战越心惊 在他眼前的不仅仅看到的是这些强者 队伍似乎还在不断地扩大 堆积如山的尸体叠加在眼前 不时地被巨大的攻击烘成粉末 彻底地化作尘埃 化虚为实 这世上真的有化虚为实吗 亥然之意 在江楚然的内心抑制不住地蔓延 虽然在荧光烂霞中 短期内并没有什么危险 但这样耗下去的话 迟早是要完蛋的 何况天思还在一旁虎视眈眈 等待自己露出破绽来 情况异常危机 不管他是真是假 至少眼前这天思是真的 江楚然私定之下 江银刃莫在身前 四周那通天彻底的荧光 尽数收拢而来 一道极强的气机在银刃上旋转 那骨气巨影在天空上浮现 缓缓降下 天思 瞳孔皱缩 露出震惊之色 急忙在身前打出了几道法诀 手中的战歌锐光 也是剑芒更甚 一股奇异的力量 凌空挥洒而下 那些月童强者 虽然都有五帝修为 却似乎没有自己的意志 在那奇异力量之下 身上的气势竟然飞速攀升起来 暴力的气息也越来越重 江楚然 神色一动 手中勾芒迎刃斩出 立即开辟出一条通道 直通天际 他自己身上的力量 还在不断的节节攀升 朝着那天际迈步而去 每踏出一步 脚下竟然生出无名热火 往四方灼烧 将那些月童强者 尽数震开 天思心中震动 江楚然此刻已经弃合天地 举手投足之间 便是这方世界的规律 离那十方神境 也不过是一步之遥 那些月童强者 根本就挡不住他 江楚然手中勾芒一动 顿时异象演化 烂银霞光 照得通彻一片人间天上 银驴古稀的巨影 也终于落下 与他的身影合二为一 巨大的荧光 如同一道冲天的烟花 在无尽的黑暗当中 绽放开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